大家好,我是阿金 今天来到了我的虾稻田 说是说虾稻田 是让我最头疼的地方 我之前不是在河里面打水过来的吗 然后自己再抽了100多块钱的水 大概也花了一起 陆陆续续花了300块钱的电费或者水费 这个塘本来有15公分高 到20公分高的水位了 一个星期不到就全部掉完了 还陆陆续续的用四寸的水棒在抽水 这个糖真的是虾稻田做不了了 因为我家的水都跑到别人家的田里面去了 因为我的池塘边上有一个鱼池 然后不知道是我的这个田漏水呢 还是别人的鱼池漏水 我去看一下 我这个糖把水伤到面上 有13亩 然后这个边上就是这个糖 这个糖大概有4亩吧 它的本来是一点水都没有的 平面上它现在已经有抓满了 已经水已经跟路面齐平了 跟我的这个里面是一样平的 我之前这个路都已经淹没了的 羊小龙虾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握住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基础设施 像这个如果说池塘不行啊 还有那个水田太高了 不饱水 这个都是没得治的 像我这个田真的是 感觉掉坑里面了 昨天晚上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本来我是想把这里全部都挖成鱼池的 但是把它挖成鱼池的话 得三四万块钱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旱田 旱田然后再挖深 你往下面挖深一米的话 那个工资量非常的大 我就没有那么多本钱弄了 年年都在里面投 又没有赚到钱 还要花掉很多本钱 所以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挖池塘搁浅了 挖不了 然后打算在这个里面只种水稻 还有小麦算了 也就是说收完水稻 就接着种小麦 就像我这个田坑上一样 就直接种小麦得了 这里总共也花了三十万了 这边还是低一点 这边种水稻 排水都排不出去 有时候因为沟里面满了 这个水排不出去 还是把这一小段 这一小段真的是万万不行的 从这个地方把它打个田坑 然后就那两块田吧 那一块和那一块 两块田种水稻 应该有八亩的面积吧 然后这一小块再用挖机简单的挖一下 因为这太低了一点 就只能用来养小龙虾了 种水稻都种不了 我这个里面因为四周都是比较高的田坑 你看田坑好高好高 一下暴雨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水都要关 没过田坑20公分 也就是说平面的水都会有40公分50公分 水出不去 那是一个排水稻 虽然比较低 排水稻低 但是那个水沟的排水也不是很畅通 暴雨的时候 这个沟里面都满了 还烦烦我这个田里面跑 所以下大雨的时候也不管用 用抽水机抽的话 也不太现实 不知道大家养小龙虾的 有没有遇到阿金这种情况 养小龙虾要先养的好 基础条件真的太重要了 这里面的水 只要有那个三五天就干掉了 就赶紧就现在开始把田打一下 直接四月份就开始种水稻算了 不然的话 这个田一直空在这里 只能种水稻 大家想想种水稻利润很低的 你不养龙虾 本田就基本上是砸在里面还要亏的 所以最近一直都没有拍小龙虾养殖的视频 因为实在是 对这个虾稻田养虾 实在是太没办法了 我们这边的田是用来种水稻的 它也养不了虾 这个糖就已经又加深了一点 关水养鱼 那边那个糖也是在养鱼 我这个种水稻也种不了了 因为太鱼了 收割机收不了 把第一季小龙虾养完了 然后把这个糖把它搞平 只能养小龙虾了 这两块钱 花了两年多了 还没有把它整好 阿金回农村已经有三年多了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然后还欠一点钱 这两块钱的面积 就水面的话加在一起 估计有20亩 不能养小龙虾 不能养小龙虾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吃亏呀 慢慢来吧 本来说今天回一点本 然后还一点账的 看这个情况估计还账又比较困难了 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田 整到一个差不多的样子 在农村创业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看上去种田花不了什么钱 但是你没有田 你没有地 然后你自己去租啊买啊 是要花相当多的钱的 经过这么三年多下来 都快要有一点点坚持不下去了 但是呢 马上就要快要有收获了 所以就是这个最关键的时期 再熬一熬 停一停就过去了 七成果树也要出来了 坚持一下吧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